长相思到现在,除了还没出场的赤水风龙,以及还没找到赛道的枪炫,香柳和屠山景的竞争已经如火如荼了。 可是很明显,小六对这两个人的区别还是很大的,六年相识相伴,时期是小六依赖喜欢的人,而香柳只是他的盟友知己罢了,这也注定了最后能和小妖在一起的只有屠山景。 看到很多人说香柳为小妖做了多少事,甚至九条命都给了她,可是她从未坚定而明确地表示过她喜欢小妖,能和她在一起,从这一点来看,她就彻底输了,因为小妖一开始就告诉过她,自己很寂寞,哪怕是贪图一时的热闹,她没有自保能力,没人可以依靠,可是从始至终,唯一没有伤害过她的人,只有屠山景。 虽然一开始以十七身份出现的屠山景,看起来像个柔弱的小娇夫,可是屠山是能做到富可敌国,他们的掌权人,又怎么会是个柔弱胆小的人呢? 只不过是在小妖面前,她才会收起所有的锋芒,奉献出自己所有真心与包容,这一点,另外三个男的加一起都比不上吧。 从得知十七身份开始,小六先是反复询问她哪个婢女好看,因为世家大族的公子,很多婢女其实就是当侍妾的。 后来得知她还有未婚妻,更是一次次提及,吃醋效果直接拉满,所以这一对,从一开始就是双向奔赴的。 而枪炫只是小妖的哥哥,为了保护妹妹,她一开始就折磨小六,打断她的腿,知道她是小妖后,为了和她在一起,亲手杀了她最爱的屠山景。 这样的人,只能是哥哥,如果没有从小的感情,她甚至都不可能出现在小妖的感情中。 向柳最令人无语的就是九张嘴凑不出一句完整的话,但凡她肯多说一点,或者她不把自己约束得那么紧,哪怕对立面又如何。 小妖也不是非要当王姬不可,她成为王姬,本来就是为了帮枪炫竞争西颜王位而已。 向柳教她自保的能力,陪伴她,复活她最爱的屠山景,确实很感人,可是小妖对这些一概不知,又怎么会因此而对? 对她产生感激或者更深的爱情呢? 所以,有嘴且会表达真的很重要,香柳从始至终,都只是看客的一男平罢了,她宁愿付出九条命,都不愿意给小妖一个承诺,一个家,难怪会输得彻底,妖精才是真爱至上,从始至终。